人生几十年只在瞬息之间,纠缠于盈盈小事中却忘了生命无常,其实有时候生命很脆弱,脆弱到我们没有任何的准备去承受它的生死。 所以在活着的每个瞬间,就要活出真正的自己,不拘束于他人如何看待,不受至于浮华声色与金钱利益,一旦确定了内心的想法,就去尝试和行动。 我常比喻说,人命无常,如闪电之刹那生灭,金刚经也说,一切有违法,如梦幻泡影,如路易如电,应作如世观,前踏破成是幻象,非真实,世间万法无常,如执着有我有长就痛苦了,起心动念,顺自己意思。 生欢喜心,不合自己意思,生辰心,不知道一切事都是假的,一场梦而已,我看破了一切幻象,为了追求内心的宁静与真实,选择了出家,我为大家讲讲出家的起因,导致我出家的因素有很多,其中不乏小时候的家庭熏染, 而有一些应该归功于我在浙江师范的经历,那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,将我在年轻时沾染上的一些所谓的民事习气,洗刷干净, 让我更加注重的是为人师表的道德修养的磨炼,因此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静和平淡,一种空灵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生起,并充斥到我的全身,就像小时候读佛经时的感觉,但比那时更清澈和明朗了。 民国初期,我来到杭州湖跑寺进行断食修炼,并与此间感悟到佛教的思想境界,于是便受聚足戒,从此成为一介比丘,与孤灯、佛像、经书终日相伴。 如果谈到我为何要选择在他人看来正是名声雀气,该急流涌进的时候出家,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,但我记得导致我下定出家决心的,是我的朋友。 他对我讲了一件事,他说他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绝食修行的方法,这种方法可以帮助身心进行更新,从而达到除旧换新,改恶向善的目的,使人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。 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实行的方法及注意事项,并给了我一本参考书,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总想找机会尝试一下,看看对自己的身心修养有没有帮助。 这个念头产生后,就再也控制不了了,于是在当年暑假期间我就到寺中,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断食修炼。 修炼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,第一个星期逐渐减少食量到不食,第二个星期除喝水以外不吃任何食物,第三个星期由喝粥逐渐增加到正常饮食。 断食期间,并没有任何痛苦,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,更没有心力憔悴,软弱无力的感觉。 反而觉得身心轻快了很多,空灵了很多,新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灵敏了,并且颇有纹丝和洞察力,感觉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。 断食修炼后不久的一天,由一个朋友介绍来的彭先生,也来到寺里住下,不成想他只住了几天,就感悟到身心的舒适。 竟有主持为其剃度,出家当了和尚,我看了这一切,受到极大的撞击和感染。 于是游乐物禅师为我定了法名为眼音,法号是红衣,但是我只皈依了三宝,没有剃度,成为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。 我本想就此以居士的身份住在寺里进行羞耻,因为我也曾经考虑到出家的种种困难。 然而我一个好朋友说的一句话,让我彻底下了出家为僧的决心。 在我成为居士并住在寺里后,我的那位好朋友,再三邀请我到南京高师教课,我推辞不过。 于是经常在杭州和南京两地奔走,有时一个月要数次,朋友劝我不要这样劳苦。 我说这是信仰的事情,不比寻常的名利,是不可以随便迁就或更改的。 我的朋友后悔不该强行邀请我在高师任教,于是我就经常安慰他,这反倒使他更加苦闷了。 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,与其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,不如索性出家做了和尚道清爽。 这句话对我犹如醍醐灌顶,抑郁就警醒了我,是呀,做事做彻底,不干不净得很麻烦。 于是在这年暑假,我就把我在学校的一些东西分给了朋友和校工们,紧带了几件衣物和日常用品。 回到胡跑寺剃度做了和尚,有很多人猜测我出家的原因,而且争议颇多。 我并不想去昭告天下我为何出家,因为每个人做事,有每个人的原则、兴趣、方式、方法,以及对事物的理解。 这些本就永远不会相同,就是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,所以干脆不说,慢慢他人就会淡忘了。 至于我当时的心境,我想更多的是为了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,以教化自己和世人,智慧来源于不断地学习,不断地思考,不断地自行。 只有沉下心性,懂得思考才能有更快的提升。 在讲佛的时候,我对学和自省分别做过透彻的讲解。 学,虚先多读佛书,如书,详知善恶之区别,即改过千善之法。 倘因佛书如读佛书,如烟海,无力变读,而易难于了解者。 所以读书当在求所,省记忆学矣。 即需常常自己省察,所有一言一动。 为善于,为恶于,若为恶者。 即当痛改,初识时注意改过之外,又于每日临睡时,再将一日所行之事,详细思之。 能每日写录日记,由善尽信时不如无师。 人的智慧是思考得来的。 洞山梁架禅师的剃度恩师是云言谈圣禅师。 虽然他之后转到了南泉谱苑禅师做下舞蹈。 但是每逢云言谈圣禅师祭日,他都会设斋上贡。 一次当他为恩师祭日忙碌时,一个学僧问道,禅师每年都会为云言忙碌。 是因为在他那里得了开示,所以才会如此尽心。 洞山梁架禅师答道,虽曾在他坐下受教,但不曾垂蒙指示。 学僧不解地问,既然是这样为何要设斋供奉他? 洞山说,我怎敢违背他呢? 学僧又说,你现在在南泉谱苑禅师处受教,完全可以不为云言设斋。 洞山平和地回答,我虽然没有得到先师的道德佛法,但是只为他不为我说破这一点,就胜过父母。 学僧接着又问,禅师为云言设斋,是因为肯定他的禅风吗? 洞山答,只能说一半肯定。 学僧问,为什么会是一半呢? 洞山答,如果我全部肯定恩师的禅风,那就是辜负了他。 这些道理,洞山梁架禅师是在恩师缘济之后,见到水中自己的身影才开悟的,并做了一首悟道节,切记随他命,条条与我书。 我今自往,处处得逢渠,渠今正是我,我今不是渠,应须那么会,方得气如如。 所以他说感谢禅师没有点破,参禅悟道如果完全依赖师父就会失去自我,但是如果没有师父的教导和指引,何能因渐阅? 岂止参禅悟道如此?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,如果光靠他人的指点和帮助,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力。 当然如果没有前人的指引,我们又会浪费很多没有必要的时间,这就是禅师所说肯定一半的道理。 人们除了要懂得思考,还要懂得自信,对待生活要有自己的目标,并实实自信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背了这个目标。 来时偶然,去时偶然,来时偶然,去时偶然,闲时自然,争取必然,尽其当然,得之坦然,失之泰然。 这就是笑看繁华世事,来时光明磊落,去时坦坦荡荡,不留遗憾,心安及时归处,有进取心,有责任心。 活在当下顺其自然,人的来去偶然,是以慈悲之心去看待世间万事万物,怀感恩之心去误尽其用。 任何人何时了结和离开,是一种必然,以敬畏之心去看待。 得之坦然,选择和付出,都意味着方向和结果,只要光明磊落之心接受结果就好。 失之淡然,以平常心对待得失,是修行最佳心态,争其必然。 做事情努力了,尽力了,其他的交给时间就好,以进取心做事,尽职尽责,并然有序的生活。 既安定又闲适,正是人生理想生活状态,当下极为美好,又是新生活开始,得不到永远最好。 多少人在家里,就有颗出家的心,出家了,就有可能是颗在家的心。 出世即离世,烦恼即菩提,没什么两样。 出入红尘不知人间极苦,默然回首已是苦中之人。 我们这一生,越在意和计较什么,什么就会困扰和折磨你,其实想开了才是晴天。 看淡即是福,人活着一定要学会看淡得失,把期待降低,把依赖减少。 坚持做自己,放过别人,更要放过自己,人生的剧本都有定数。 不管你服与不服,反命与听命都是命。 人类的本质,就是在谜团中体验生活。 不迷茫才怪,要解开谜团,就得向迷茫,向真相走近知道人生市场体验,就好好体验吧。 毕竟都会离开,在自己的节奏里,悠然地做好每件事。 不留遗憾,不管风风雨雨,还是酸甜苦辣,都会掺杂着,慢慢走过来。 顺其自然就好,得与诗,贯彻了我们的整个人生,都要以坦然与必然去面对。 希望我们都能在每个无法重来的日子里,善待自己,对自己好一点。 因为幸福养的是自己的心,不是他人的眼。 在这个流年岁月里,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让自己少点遗憾。 让自己熠熠生辉,人要学会放过自己,别整天胡思乱想。 该来的依然会来,谁挡也挡不住。 这不是你的总会走,你留也留不住。 众生皆苦,世人难度,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? 路走的太多疼的视角,人想的太多累的视心。 不要不相信,人生中很多的烦恼和痛苦都是自找的。 都是自己想不开,自己跟自己过不去,或是内心的欲望太多,或是对现实不满。 如此心不尽,就会胡思乱想,影响了自己生活的节奏。 其实有什么想不开的呢? 人活着活的就是一个心态。 心态好了,一切都好了。 不要想太多。 我们都是红尘的过客。 来去之间不由人。 整个人生之中,该老的老,该走的走,即便你执着不舍,也是无能为力。 人生不要想太多。 有些时候,不是你的想的再多也没用,是你的不用想,该来的都会来。 只要懂得尽人是听天命,得之坦然,失之淡然。 尽心尽力之后,有则是福,无则身轻。 一切随缘。 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,有则锦上添花,无则依旧风华。 无论什么时候,自己不为难自己,别人也怎么样不理你。 心若不动,风又奈何。 任何人和事都是自己内心的写照。 若是懂得知足常乐,知足感恩自己当下的生活,如此也是一种幸福。 其实你已经很幸福了。 吃饱穿暖,没病没灾。 隔三差五还能吃顿好的,偶尔还能睡到自然醒。 肥都督的一身福气,人这一辈子,要是能够逃过天灾,躲过战乱,不遇歹人,不生大病,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。 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,收人稳定,三五好友,那更是天大的福责。 我们这一生其实要求的也不多,太多了也承受不了。 有些时候得到未必是福,会让自己增添更多烦恼。 失去未必不会,万事尽心,顺其自然,山凡就简。 才能一身轻松,安然生活。 如果自己把自己哄明白了,自己自然也就顺了。 很多时候不是生活残酷,而是自己过不了自己的这道坎。 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情绪,而是你心存幻想的期待。 世间万物都在治愈你,唯独你不肯放过自己。 不得不说,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,能够真正治愈自己的。 只有你自己,就如有些事随缘遇到,或许比你苛求还要完美。 有些人遇到就是缘分,不要苛求,是你的终究会留在你身边。 想的太多反而是得其反。 随缘之后,就不要让自己想太多。 内心平和才是治愈自己的良药。 强求来的不长久,在意什么,被什么伤害。 尽力之后静待花胎就好。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,有房,有车,有钱,有权。 但幸福其实是无。 无忧,无虑,无病,无灾。 有,多半是给别人看的。 无,才是你自己的。 我们真正想要的,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,而在于能够心安理得。 放下内心的杂念,不要想太多。 真正的无,才是我们我们想要的。 无病,无灾,无难,无烦,无忧愁。 幸福是什么? 幸福就是,人到中年有一个好身体,一个坏的记性。 简单点,糊涂点,开心一点。 别说以前,别想也许别谈如果。 人生的幸福,不在拥有多少财富,而在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态。 如果身体不好,也是被忧烦所赐。 如果心态不好,内心贪婪,欲望无限。 泪心便是痛苦。 幸福的人生,就是不要想太多。 不计较,不攀比。 内心平静,吃饱穿暖,没病没灾。 有三五好友,享受简单生活。 如此就好。 我曾开示过后人,尽力之后,选择随缘吧。 人的手就那么大,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。 世间一切皆为空欢。 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。 你来皆大欢喜。 你走两手空空。 唯一属于你的,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。 哭笑不得及人生。 来这世间一趟。 不得呢那繁华迷眼,就掉入庸碌的生活。 这一生不及那二两酒,一两心酸一两愁啊。 我们拼尽全力,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。 我们执着一生,握住的东西也就那么多。 所以尽力之后,选择随缘吧。 拐戈弯学会与自己和解。 人生不过百年。 百年之后,尘归尘土归土。 你归尽头,何必去在一眼前的恩恩怨怨? 又何必执着过往的是是非非? 鸡毛蒜皮的事那么多。 细数的话,一辈子也数不完。 我们经历着许多事,也放下了许多事。 人生就是不停地遇见和告别罢了。 所以,如果你过得不顺心的话, 要学会与自己和解。 再大的事,都不及自己的身体和情绪重要。 心宽了,天大的事就小了。 明白包容了,也就是善待自己了。 人的手就那么大,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。 不管怎样都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候。 人要心宽,就天下太平。 好多时候都是自己记对自己。 有一个小窟窿眼,就完命地往那。 拽不回来。 谁劝你就得自己明白。 只有心宽了。 想开了,也就想开了。 其实天下事就是如此。 所以过好当下好好生活。 有些事尽人事听天命。 得之坦然,失之淡然。 有些人生,熬过去是成长,熬不过去是经历。 与其抱着过去后悔,不如放下遗憾向前走。 命运和时间不能挽留,但可以把快乐和坦然留给自己。 余生照顾好自己。 余生照顾好自己。 别想太多。 人生这堂与山海奔赴的旅程。 请你尽兴。 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。 追不上的。 不追,背不动的。 放下,看不惯的。 删除,渐行渐远的。 随缘,不属于自己的。 不要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听自己想听的声音。 见自己想见的人。 生活简简单单,如此就好。 生活简单了,烦恼就少了。 心简单了,幸福就来了。 百事重新起。 一笑解千愁。 万事尽随缘。 平常心就是道。 你如何对待人生。 人生就如何对待你。 人生其实特别简单。 全凭你如何看待。 红尘往事不过是过眼云烟。 生活琐事不过是无常。 爱情婚姻不过是聚散。 看开,看淡。 人生便可安然。 生命中的考验常有。 不要把挫折归结于命运。 不要妄想轻易就获得命运所馈赠的礼物。 殊不知, 命运对礼物早已暗中标明了价码。 人生之周不堪重负。 有弃有取, 有得有失。 时间总会帮你过滤掉不属于你的东西。 时间也会教会你与它们握手言和。 这个世间总有太多的猝不及防。 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。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的过程。 请你务必尽兴。 世界上本就没有不带伤的人。 世间皆苦, 唯有自渡。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。 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。 背不动就放下。 伤不起就看淡。 想不通就丢开。 恨不过就抚平。 人生就是一场修炼的过程。 何必要用一颗不平的心看世界呢? 有些人注定只是生命中的过客。 你们之间就是渐行渐远的背影。 自此山水不相逢。 不问旧人长语短。 人生不过三万多天。 没有永恒的生命。 没有不老青春。 时间已到该老的老。 该走的走。 我们只是世间的过客。 尽力过后。 得失随缘自在随心。 一辈子不长。 人生总是有太多的来不及。 明天何意外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先来。 何不跟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。 做有趣的事。 过有趣的生活。 世间本无事。 庸人自扰之。 看淡一切。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 成功淡然。 失败事然。 生活不过就是孵化后。 终究只是难科一梦。 往后余生。 日子平淡细碎。 温柔缓慢。 一杯一盏一餐一饭都是好时光。 愿岁月静好。 浅笑安然。 一切美好如约而至。 顺其自然。 一切随缘。 过去是过去人。 笑笑就好。 现在是现在人。 静心就好。 未来是未来人。 随缘就好。 很多人对顺其自然有所误解。 它不是让你躺平。 或者混吃等死。 而是自己静心静力之后选择随缘。 这才是顺其自然。 静心静力静责才是顺其自然的核心。 你静心了就顺其自然。 但是很少人活在当下的。 都是混甚至摸不着头脑。 多少人都是在不知不觉就变成自己不认识的模样。 不仅弄丢了曾经的自己。 还变得沉默寡言。 一切都可以用沉默回应才觉得省力气。 什么都懒得解释。 甚至变成无所谓。 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。 都可以在慢慢中治愈。 也越来越喜欢独来独往。 有时候想想。 哪有什么顺其自然。 只不过是别无选择。 这种别无选择是因为能力不够。 所以用尽力而为后。 只能接受,只能顺其自然。 而不是让其继续折磨自己。 也是一种选择和释然吧。 什么都经历过。 什么都拥有过的人。 才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大的遗憾。 才能有安之若态的心态。 很多人的焦虑。 都是因为无穷无尽的欲望所致。 有一百平的房子就想要两百平的。 有二十万的车后就想要五十万的。 人哪,两手空空地来。 却想用两手抓住整个世界。 什么都想要。 可能吗? 或许一切未知才是一切的可能性。 就像一直都在路上。 才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 这是行走的意义。 有了未知才能激发人的好奇心。 才能唤起探索发现的冲动。 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 若是啥都明白啥都懂。 可能离尽头就不远了。 尽头就是回归本真的两手空空。 所以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 所有的过程都是人生的风景。 就像人们辛辛苦苦苦爬山的顶峰。 到风顶了却感觉孤独。 没有一个跟你说话。 其实人生路上有很多风景。 活到老欣赏到老。 人生一世不过就是这样一来一去的过程。 最重要的便是活在当下。 过好眼前。 争取在我们有限的时光里。 不断风迎生命的宽度和深度。 做正见的事。 走正见的路。 尽其当然得之坦然。 人之所以痛苦。 就是自己执念太深。 放而不舍。 事而不甘。 且不知世上之事无非三事。 自己的事。 别人的事。 老天的事。 若想活得通透。 就要学会。 不纠结自己的事。 不插手别人的事。 不忧思老天的事。 事是大梦一场。 看淡再无烦恼。 世界之大无其不有。 对于太多的诱惑。 我们很难抵御。 即便如此也要知道。 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。 不可能什么都拥有。 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。 能做什么事。 不能做什么事。 要做到心中有数。 不要苛求太多。 多了就是祸患。 把自己能左右的事情做好。 其他的就顺其自然。 不强求别人。 别人也有别人的事。 有些是顺其自然。 听从老天的安排。 如此一来。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。 你更要知道。 得失之间要随缘。 始终相信。 你能拥有的一定会拥有。 不能拥有的。 无论你怎么折腾。 依旧会失去。 命力有时终须有。 命力无时莫抢求。 若是执念太深。 势必烦恼就多。 让自己不可终日。 患得患失之间。 抓不住又舍不得。 从而痛苦不堪。 若是想明白了。 世界上无非就是这三件事情。 做好自己的事情。 尽力而为。 不要为所欲为。 终究会有收获。 别人的事情不要插手。 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。 管多了就是添乱。 还有就是老天的事情。 那些自己无能为的事情。 就交给时间。 交给命运就好。 而我们最好的生活。 就是只管耕耘。 莫问收获。 尽心尽力了。 也就没有遗憾了。 至于结果。 岁月会给出你结果。 时间也会给出所有的答案。 你只需用自己的方式生活。 能释然的都是然。 能放下的都放下。 正如有人说。 认知不在一个高度上。 没必要互相征服。 成年人的世界。 只筛选不教育。 只选择不改变。 每个人的一生。 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。 自己不醒悟。 他人如何度。 自己若醒悟。 何须他人度。 不要去苛求别人。 想活得通透就要接受现实。 顺其自然。 不去教育别人。 改变别人。 而是自己醒悟。 悲喜自度。 人生执念不要太深。 凡事尽力而为。 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。 交给老天就好。 无论怎样。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。 迷茫了。 颓然了。 真正能治愈你的。 只有你自己。 与别人无关系。 看开。 看淡。 释怀。 这也是人生的三件法宝。 明白了就顿悟了。 就少了痛苦。 少了烦恼。 世事无常。 岁月无情。 世事难料。 漫随流水。 只有放下让你痛苦的事情。 才能拥抱幸福和快乐。 只有放下心中芥蒂。 懂得感恩和慈悲。 所谓是一念成魔。 一念成佛。 人生中的爱恨情仇。 都不要太执念。 人生如梦。 却要自己清醒地度过。 余生放下负累轻装前行。 不要苛求完美。 无需改变别人。 让自己安静下来。 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风景。 这才是人间值得。